在今年,香港的經濟繼續放緩,物價又不斷上升,通貨膨脹率上升到接近兩位數字 在這個經濟狀況下,一般市民在今年裡面的生活都是相當艱苦的,尤其是中下階層的打工仔 在今年年初,我們訪問了一位女工,看看她一家六口,在物價上升和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如何應付生活的重擔 這位女工當時說要截衣縮食和減少娛樂,才可以維持家庭生計 那現在過了大半年了,她們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這位女工張麗霞是在製衣廠做車位的,她先生就是做財床 她們一家四口和老爺奶奶一起住,憑著兩口子做事,總算還夠家庭的開支 不過在今年年初,我們訪問張麗霞的時候,由於物價不斷上升 她們的生活已經很艱難了 我們中下層,根本很多東西就是直接好像壓下來,我們又無法反抗 錢一定是賺這麼多的了,不可能會再去賺多些 但是就不斷地支出,根本是不平衡,是很不公平 張麗霞在今年年初感受到的物價壓力已經是這麼沉重 現在再加上過去一年物價仍是繼續不斷上升 她們一家六口就更加辛苦 而正所謂禍不單行,由於經濟放緩,張麗霞做開的那間廠要結束 她先生又被工廠遣散,所以情況就更加差 現在她是在做散工,而她先生就轉了行 最近我們再訪問張麗霞,她覺得現在的生活就更加困難 我們都好像習慣了,脆皮真板上那樣 有時候,譬如我這個禮拜去買同一樣東西,下個禮拜買會加了 但是那個店員說,很溫和的啦,加得很溫和的啦 但是每次都會有變的那個價錢,一樣會加,加到好像麻木了 那怎樣應付呢? 平時就用不必要的用少些 如果必須的都沒辦法,都要少用 那是在那些不需要的就盡量不用啦 物價不斷上升,市民大眾承受的壓力也都越來越重 引起的不滿情緒越來越高漲 通貨膨脹高企,不單止對中下階層打工仔造成很大的壓力 小本生意的商人,由於抵抗通脹能力比較弱 他們在今年做生意,也都艱難很多 這位鍾先生,曾經在今年年初,跟我們談過有關當時年宵市場的市道情況 他在最近再接受我們訪問,說到今年的生意很難做 這件事是差了很多 因為所謂差的就是一切的公共事的交通費用都起一架 例如小人、小巴、的士、地鐵、電話 一切所有跟民生有關的東西都起一架 然後原局變成酒樓和夜場所都起一架 即是說我們一切的東西跟民生有關的東西都起一架 但我們做零售業的就起不了架 原局我們做生意很難做 鍾先生除了擔心到物價高漲影響生意之外 他對今年多種影響民生的事件都非常關注 在香港來說,好像突然間會崩漏風潮 香港上環就崩漏,土瓜環就突然間臨門下來 還有紅磡我們這個電營會突然間又放火少許很多人 我覺得這件事好像想起就是天意 雖然天意其實有些是人類的,有些是前見 但是如果說電營會放火一點的話 就應該跟池灣有關係 這個我印象深刻 甚至李軍夏那個官邸都被人見 這些挑戰執法機關的案件 反映出近年來香港的治安差了 令人擔憂 但是看拿槍打劫的嚴重罪案 在過去一年就有顯著的增加 這次是廢房的主題 是廢房的那天 在當然上 也請到這次歸房 為了 在天堂 是廢房的那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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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近年罪案增加 警方在最近幾個月 取取了一連串大規模的反黑行動 希望可以減少嚴重的罪案 今年除了鞋劫案顯著增加之外 汽車失洩案多了很多 亦都令人擔憂 今年被偷的汽車超過5000部 比去年多了三成多 以往不見了的汽車 現在有八成是找得回的 但是在今年名貴汽車找回的比率就很低 警方說被偷的汽車 主要是偷運去外地出售 最近水警發現一艘改裝過的快艇裡面 就載住一架布室的汽車 相信是企圖偷運去中國的 近年來 中港兩地的走私活動非常之嚴重 偷運去內地的物品 除了布室的汽車 還有香煙 電視錄影機 以及電器用品 由於走私用的快艇是經過改裝加大馬力 一般水警輪就算發現可疑的走私快艇 都很難將它們截停 在六月初一艘水警的橡皮快艇 晚上在大埔吐露港海面 企圖追截一艘涉嫌走私的快艇 兩架快艇雙撞 有兩名水警被拋下海 其中一名水警被快艇的車椅打中頭部 雙重殉跡 針對利用快艇走私的活動 港府採取一連串的措施和立例 禁止吨位小的船隻混在香煙 電視機或者是錄影機出口 當局也都拒絕發牌 被那些馬力過大的快艇 和禁止高速快艇在夜間行駛 今年治安差了 對市民生活構成威脅之外 樓宇潛建物和結構有危險的舊樓 對市民生命安全也影響很大 在十月初 上環文咸西街一棟過百年樓齡的舊樓 後半部樓宇倒塌 有兩個人受傷 一名路徑現場的老虎 被埋在雅力沙脈之後 他的遺體才被掘出來 這座倒塌的舊樓 在去年曾經由建築物條例執行處檢驗過 並且被列為第二類問題樓宇 需要再詳細檢驗 但是 可於建築物條例執行處的人手不足 一直都沒有進行過 正所謂禍不單行 距離上環塌樓只有大半個月 在十月底 紅磡土瓜環道一座工廠大廈 發生塌淫棚 一幅50噸重的石屎淫棚塌下來 壓死六個路人 另外有七個人受傷 事後證實 出事的淫棚 部分是簽建的 有潛在危險的樓宇 和樓宇簽建物 在香港的數目又相當之多 因此這兩次事件 立即引起廣泛的關注 不過有關的問題 顯然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 在上個禮拜日 深水埗南昌街發生的四級大火 樓宇潛建的鐵龍 就影響住客的逃生通道 令到救援工作更加困難 這場火 總共造成六個人死亡 50人受傷 這場大火 更由於救援用的升降台 傾執關島 導致更多人死傷 在過去一年 中港雙方在很多關係 到香港前途的事務上 都經常打對台 嚴重影響到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 現在距離97年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日子 還有六年半 在香港這段過渡期裏面 能不能夠保持安定繁榮呢 實在是有賴中港雙方的沖繩合作的 現在香港的處境 就有點像我們早兩個月前 拍攝的四包胎一樣 當四包胎出生的時候 他們的父母是非常之開心的 為了要照顧這四包胎 經常都搞到根皮力盡 他們唯有寄望這四包胎 將來長大成才 為他們帶來無限的恩惠 而寄望香港的將來 雖然前路是很多艱難險了 但是大家都希望香港能夠 繼續欣欣向榮 就好像這四包胎一樣 在節目結束之前 我們緊祝大家新年快樂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